把镜头转到了德国 为了要响应行政院文件会所主办的 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和平祈福日 全球同步敲钟的串联活动 驻德国代表处德中协会 以及柏林的和平中协会 在柏林进行了敲钟的仪式 在当天许多的侨胞相亲 以及德国的友人都一同出席 来散播和平的理念 823当天一早悠扬的月身 穿梭在斐德列斯汗民族公园 为了响应行政院文件会主办的 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和平祈福日 驻德国代表处德中协会 以及柏林和平中协会 盛大举办和平中敲钟仪式 这群年轻的台湾音乐家 在现场演奏感恩的心 让每个人心中洋溢着温暖与幸福 后头的世界和平中 是日本和平中协会 捐赠给柏林的礼物 在此时此刻 更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大家将折叠好的纸贺布置在周围 人手一个硬有和平歌图腾的气球 满心期待仪式开始 在驻德国代表处组长张维达 说明和平祈福日活动 与建国百年的意义后 现场也释放白色和平歌 大家让手中的气球高飞空中 希望将和平的理念 传递到世界各个角落 随后大家排队敲响和平中 清脆的钟声在公元中回荡 提醒大家珍惜眼前的和平 许多德国友人也被这温馨时刻所感动 更加认同崇尚自由民主与和平的中华文化 台湾宏观电视陈思红德国柏林采访报导